适逢关圣地军前秋圣诞,节安销五谷宫及花莲圣天宫13号举行关圣地军1861年圣诞驻寿团拜 县长徐正伟专程前往上香驻寿,感谢关圣地军常年守护花莲相亲,并祈愿庇佑花莲现运昌龙 适逢关圣地军前秋圣诞,节安销五谷宫及花莲圣天宫13号举行关圣地军1861年圣诞驻寿团拜 现在许忠语表示,花莲现金风调雨顺,节归供与献明诚信为花莲圣祈福,期盼信众保持虔诚的信仰 让上菜持续庇佑这块净土,无风无雨,百叶兴旺,过化相亲的身心灵,安定生活,家庭幸福美满 也让关圣地军正义以及慈悲的力量能够延续下去 真的,真的,我们非常非常感谢,感恩啊,我们慈悲的,我们的关圣地军 我们的恩公,保佑花莲恩幼台湾 尤其在这个疫情,让花莲都能合尽平安,风调雨顺 刚才我们的主持所为我们祝祷祈求的,我相信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完整 我想,花莲就是这么纯服,也这么幸福 每一个人家家户户,有任何不同的信仰 但是大家早晚,无论是山柱香或是祷告,都是希望花莲能够好 圣诞青年当中,贤的许真慧带领着信众们 敬神谢天,三乡虔诚祈福,公祝观圣帝君,圣诞千秋 祈求三乡赐福降降,庇佑花莲和尽平安顺遂 世事无灾,场面庄严树木 记得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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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